我们与前段距离跟与后段距离 我们先来稍微了解一下好了 首先我讲这一个 这个标题二 这个叫标题二 标题二段落 我先开一个新的档案来去给你们看一下 例如 例如我现在 我打 例如说 竹子 说明 你看当我现在选到这个竹子的时候 因为它是十二字形大小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前面 这个文字 它绝对不是用四行 就是以英文那个 如果你们写那个英文字的时候 四行 最上面那一没有用到 最下面没有用到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如果我点到标题一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它把上面跟下面的距离拉开 好 我们来去看 这个东西就是与前段距离 与后段距离 最上面 就是字在这边 好 它这边就是与前段距离 这边就是与后段距离 好 它还讲的是这件事 那如果这个是标题二 你去看一下 假设我现在选到这样子 所以我刻意选到这个是标题三 就是比较小一点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它的一个预设的标题 滑鼠右键修改 有看到这边格式 格式里面是不是有段落 针对段落部分 标题一它设定 与前段距离是九点 与后段距离是九点 为什么要设定成这样 就是方便阅读 好 那当然相对的 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 你们可能要自己去讨论出来说 大概要设多少 我记得我们之前是这样设定的 可是另外就是这个是标题 我先改成标题二好了 标题二与前段距离跟与后段距离 当然要小一点 不能九点 好 那滑鼠右键修改 你去看一下格式底下的段落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有看到吗 与前段临行与后段临行 但是它行跟行之间的行距 设到三行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之前准备的这一份文件 所以呢 这个是标题一 标题滑鼠右键修改 格式底下的段落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与前段距离有看到吗 一行就是就是我这个字这个字的高度 好 那一行 可不可以打中文字 可以 直接打一行 但是但是你要用正确的字哦 例如说行这个字 在接下来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十二点 十二点与后段的距离 那是不是也可以设为例如说一行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设为一行 其实一行就是十二点 因为我们的字大小就是十二 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点选确定 确定 这样子其实是没有动的 十二点 一行就是十二点 好 那接下来这个地方标题二 滑鼠右键修改 然后格式段落 因为它是标题二 有看到吗 它就会 例如说跟自己 跟自己接下来的文章 就更接近一点了 好 跟上面那个段落距离 还是维持一行 然后下面这边改成六点 就这样子而已 就是有做区别 好了 所以你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距离是比较大的 这边距离相对是不是比较小 因为上面距离空了十二点 那请问你内文 内容文章需不需要去设定什么 与上面与下面距离 不需要 我们为什么不需要设定 因为内文段落是不是比较多 比较多的 因为你可能会有图片段落 表格段落 然后标题一段落 标题一内文段落 标题二内文段落 有很多种 那还不如你就只要设定标题 与前段距离与后段距离 接下来再讨论一下 就是时间 如果说在文章里面 我们强调讲到民国 我们的写法是不是应该写成 06年 然后 你们是写 例如说3月的话是写03月 对不对 那个0是要写出来的 例如说03月 然后假设09号 就是不要写一个阿拉伯数字的 反正你要补满就对了 为什么 方便大家来去阅读 尤其在若干的文字里面 这个补满就很重要了 接下来例如说我们还有日期 你应该要知道 我们写完日 应该要标示 标示它是星期几 对不对 星期 好 然后接下来 例如说星期一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那个上午或者是下午 自己去标示 例如说上午 那既然已经交代上午 会不会把几点几分 乘数出来 应该会 时间的话 我想就是一样是两码 例如说09 不要用冒号 而是直接打09 例如说05分 好 这是我们日期的一个标准的乘数方式 这边我要再强调讲一下 就是说 麻烦请这个左右刮符用全形 用全形 用全形 然后接下来这个用全形 好 所以这是时间啊 日期啊 的呈现方式 就给你们参考一下 我觉得说在这个地方可能还要请各位注意一下 那就是我们的页码 页码 例如说在插入底下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页码 我们大致上都会放在页面的底端 好 例如说选这一种 那最好是有一个统一的设定 例如说选到这个文字 选到这个字 有看到预设 预设 预设 它就已经是times new roman 好 例如说这边我们用times new roman 然后预设是不是十点字形大小 这样的话 关闭夜守夜吻 我们是不是就会有这些 呃 自识的 自识的 另外 假如说我们今天画一个表 画一个表格 我跟你们分享一下 假设我今天在这个目的这地方 我画一个表格 插入表格 假设我今天我插入这样子的表 这样一个表格 好了 通常我们针对这个表格 我们会去定义表格的内容 首先我们先观看一下 通常通常这个表格呢 我们对齐的 整个表格是至中 至中对齐 可是你左边右边至少要稍微短一点 就是就是有时候呢 我们会去控制这个蓝 例如说左边我的宽度是6 惯用惯用的蓝宽 假设是设为6 然后下一栏也是6 也就是说我两个都是6公分 6公分 或者是我两个都是7公分 就是假设我先设 先设 好 例如说下一个也是7公分 好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表格来去观看一下 滑鼠右键 表格内容 7公分看不出来 那我们改成6公分好了 然后下一栏 确定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个 至中的表格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 对不起 可能要多一点 那再来就是我们表格 表格 因为通常我们去设定一个表格的宽度 它蓝是6公分 那高度啊 假设我们是要放照片为目的 请问照片的话 是不是 例如说6比4 那个比例 请你稍微知道一下 所以我们就会去设定列的高度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滑鼠右键 然后接下来这边 我们可以去设表格内容 然后接下来我们的列的高度 指定高度 例如说4公分 4公分 还有 我觉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有些人他插入一张图片进去 那个表格就跑掉了 那个 你们都深受其害吧 我们要固定 就是 我要那个图片放进去 我不要再动来动去了 那么太麻烦了 好 怎么样去锁定 只是一个案件的事情 好来 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然后表格内容 这个表格内容 然后接下来针对表格 针对整个表格的选项 选项 然后 请把这个关掉 这个 自动调整成内容大小 就是 你图片塞进来 我不会 因为没有打勾 不会调整成内容大小 就这个案件 确定 确定 你看哦 像我现在我先插入一张图片 插入图片 好 那例如说 我就随便举一个半例图片 插入进来 你看 它是不是就是在这个框框里 不会再扩大了 通常我们这个下面可能就会想说 去放那个图片的说明 好 例如说假设这个叫菊花 那这个字其实我觉得 这不用我讲 你们都应该知道 一定是至中嘛 对不对 好 我觉得这不是重点 那我再插入一张好了 插入图片 好 例如说 我其实可以多插入几张 它真的都不会跑掉 真的 它会依照 就是锁定我的表格 大家 我刚刚只是为了上课方便 所以我取那个表格 大概就是 例如说六公分 好 例如说这边我叫火山 好 再插入好了 插入图片 随母插入图片 图片 好 那这个字 这随 随母 然后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条线 请把它 就是 隐藏起来 不是删掉 是隐藏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设计 设计里面 我们可以去 这个 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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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说白色 然后就把这边画一下 它就没有那一条线了 你还是把它分开会比较好 可是那条线是不应该存在的 所以我们会加那个图片说明 我觉得你加图片说明还比较好一点 例如说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 我先取消 刚刚 刚的 画线 这件事 这个图片 例如说 我会希望 参考资料 这边插入 标号 你可以选择用这种方式去加 例如说 假设我们今天 我选择放置的位置是在图片的下面 图片的下面 就是我选到这件 这个项目 我选到这一个菊花 它的下面 然后接下来 我 因为我们有 我不晓得你们理不理解 它预设是figure table 我们应该要手动建立 例如说图 图 好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 我就新增一个标签叫做图 然后接下来直接按确定 那 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边 我是不是已经有了这一个 好 那这边看你们要不要包含 要不要包含那个标签 好 这个地方 好 假设我现在 确定 它这边是不是在图片的下面 然后它会增加一个叫做 自动会增加一个1 这个1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假设 这边我就直接把它取名叫做菊花 好 然后接下来我刻意先跳过第二张 这应该叫第二张 嘛 图2 我先做这一张 好 你看 你看 参考资料插入标号 然后 一样选择图 在 这 原本我选择地方的下面去放 好 直接按确定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不是叫水母 现在是图2 可是 这一张才应该是图2 没关系 我现在做 例如说 参考资料插入标号 然后 直接点选确定 你有没有看到 它就会变成图2 它就会变成图3 那 这个是有什么意义呢 这是为了建立图目录 图目录 好 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的话 这张图片 跟这个标号 会一起走 就是 假设 你搬到 搬 假设我现在 我把这张图片 搬 搬下来 搬到这个地方 有看到吗 等一下 我刻意的 这个地方 再去插入 插入 插入 参考资料 插入标号 确定 有看到 它会变成 重新编 一个号 不会说 还是停留在原本 那个编号 因为这是第四个 我刚刚是不是编到 这边是 1 我也可以把 现在把这个删掉 删掉的时候 你要重新整理 哦 在这个地方 就是 你选到任何一个 对不对 滑鼠邮件 这边有个 更新 更新 直接更新一下 你看它就参了 因为我刚刚这边 是不是 删掉了 然后它就 整个换掉 好 例如说 滑鼠邮件 然后更新 可以整个选 可以整个选 一起做更新 更新这个编号 可以吗 现在滑鼠邮件 然后更新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这样子的话 又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 就是这张图片 它下面 它会有那个 图片的说明 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因为本来你们的设计是 一个表格 表格下面 这个文字说明 我觉得 你也可以是不是 考虑用这种方式 然后 例如说 把它改自中 这种字要自中 这个标号 要设到自中 这又是另外一种的设计 好 那 接下来 接下来 例如说 假设我现在我已经有了这些内容 我还是要把它做完 就是 例如说 这个地方 我 插入标号 插入标号 就是参考资料 插入标号 插入标号 例如说 确定它叫做 五尾熊 然后把它选到 至中 这应该叫做菊花 然后选到至中 好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就是说 假如说今天在这个地方 我去插入一个图目录 我去插入一个图目录 表目录 或者是任何的那个目录 其实它都很容易 例如说 我刚做的是图嘛 我可不可以插入图目录 我这个地方我要选图表目录里面的图 这是我刚刚自己建立进去的 然后直接选到图之后 点确定 它这边是不是就会告诉我 图一是火山在第三页 图二水母在第几页 这样大概知道我现在做的事情 那如果你们习惯 如果你们习惯在那个图片的下一个格子里面 打图片说明 做不出来目录哦 做不出来目录 然后我有一个高效率在介绍这件事的影片 建议你们也可以回去看一下 就是一口气法 假设你已经做了有一份文件 100张图片 你已经做了100个那个 就是用刚刚那种表格下面增加一列 怎么样快速的去把它做 准备可以去做出这个图目录 我有一部影片值得你们去看 好 好 hot 哎 好 我 好 来 我 好 感谢观看